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和讲下造就性的留言 好 我们今节就会讲宿命因此相关的东西 今节我们特别讲就是相对 相对什么呢 就有几样的 宿命因此有几个层面我们会看相对的 包括在才能方面 性格方面 宿命果子方面 首先我们看宿命因此和天然才能的分别 宿命因此是从神而来的 天然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 虽然你都可以从神创造那边来的 好了 时间了 宿命因此是需要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之后才有的 天然才能在信主之前其实都已经有了 好了 本质了 好了 宿命因此是属灵的 所以是要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之后的基督徒才会有的 好了 但是天然才能是属人的 属肉体的是血气的 并且这些才能多数都是来尽食的 好了 就讲到应用了 属灵因此是建立和造就基督的身体 即是教会 或者众教会 或者鼎姊妹各肢体 之前上一节我们也讲了 好了 天然才能 刚才讲过是用来尽食 所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即是自我的荣耀 自我的饱福等等 这些是形容了 好了 所以就回到这个目的了 属灵因此的目的其实是荣神亿人的 好了 而天然才能的目的就是荣己亿人的 好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看不同的性格 其实有可能倾向的属灵的因此 好了 其实有四种的 我们可以逐个形容来看看 好 让大家看看 包括有乐天型 有力量型 有完美型 又有冷静型 首先就是看了乐天型 就是与生俱来的性格 这种人就是乐天 就是见谈的 就是说话的 开放的 热心的 热情的 比较平易近人 比较友善 有同情心 和无拘无束 这种人可能倾向的属灵因此 包括了有 港道 劝慰 怜悯 报道 和接待 好了 下一个型 就是力量型 就是以动力 用来驱动它 主导它 好了 这种人的 与生俱来的性格 就是意志较为坚定 很坚决的 独立的 乐观的 实际的 有生产力的 果断的 有领导才能的 并且有自信的 它可能倾向属灵因此 就是领导 信心 和宣教的 好了 我们继续下去 下一个就是完美型 这种完美型 多时候都是多才多艺 分析力也强 也敏感 追求完美 有美感 有情感 肯自我牺牲 也都较为意 抑郁 好了 这种性格的可能倾向 就是属灵因此 属灵因此 包括了有教导 捐献 辨别诸灵 方言 苦修 工艺 音乐 殉道 等等 好了 跳舞 如果都属于的话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情感 完美的 这个型 好了 下一个就是冷静型 冷静型 包括了那些人 是冷静一点 脆和一点 可靠的 有效率的 保守的 实际的 有领导才能的 有外交手腕的 还有有幽默的 好了 这种人的可能倾向的属灵因此 可能是有教导 圣灵的果子 重点 就是个别的信徒 属灵因此的重点 就是整体信徒 就是全体 圣灵果子 主要是关乎一个人的品格 就是个人品格 属灵因此主要是关乎教会的侍奉 当然可以是唐会的侍奉 或者整体全个地区的教会的侍奉 或者全世界的普世性教会的侍奉 都可以的 就是整体 圣灵果子 全部都是必要的 圣灵因此 就是可轻可重 先后之分 好了 圣灵果子 永远不会被误用 但属灵因此 如果用得不好 可能会引起纷争 和得罪人 好了 圣灵的果子 就是每一个信徒 都能够时刻 露出圣灵果子的各个方面的表现 属灵因此 通常来说 没有一个信徒可以领受全部的因此 好了 圣灵果子 就是人人都应该 显出圣灵的果子 但是因此 没有一样因此 是每个信徒都一定要有的 好了 跟着下来 有个表 给大家知道 其实 面对属灵因此的时候 也有教会遇到的困难 在这里 就是哥林多前书 这里说到 哥林多教会 他们面对很多困难 同时 也是我们 不同教会之间 都有这种困难 可以称之为病症 好了 我们看到这里有十四项 我们逐项 读出来 首先第一点 就是结党纷争 第二 就是属乎肉体 第三 就是彼此论断 第四 是淫乱放纵 第五 欺压告状 第六 误解婚姻 第七 偶像言直 第八 批评牧师 第九 网用自由 第十 荒言困难 十一 混乱盛餐 十二 错用恩赐 十三 不信復活 十四 理财不当 有些时候 其实属灵恩赐 也因应教会的需要 而需要去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有供应 有需求就有供应在这里 好了 刚才说了教会 有教会的需求 就是困难 供应就是圣灵恩赐 但是虽然有需求 有供应 但是我们都要留意 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有不同的态度 好了 侍奉态度的不同 我们看一下 就是由恩赐事奉 进入去恩典事奉 的态度不同 首先第一 就是凭恩赐事奉的人的态度 就是偏向自我欣赏 固执 独断独行 果孝为先 是主为赐 倚靠自己 容易自满 奪取神荣耀 荣己亿人 如果他是凭恩赐 这样去事奉 就很大机会 慢慢去 你只是在做财干的事 或者 你只是在找食 好了 我们看回到另一边 就是恩典事奉 凭着恩典事奉的人的态度 即使你有淑灵恩赐 如果没有了恩典事奉的态度 也有所分别 凭恩典事奉的人的态度 就是梦神连述的 容让圣灵光照 警觉性高 不坚持己见 不敢单凭自己事奉 事主为主 果孝其次 心中满平安 榮神亦人 好了 第二个部分 就是情况 就是说 事奉学习的不同 好了 首先 活在恩赐事奉当中的情景 就是单以靠自己 已经有的恩赐事奉 生命会停滞不前 既是建造者 亦是财毁者 恩赐会被神收回 甚至失败 好了 我们来看另一个情况 就是活在恩典里面 事奉的情况 这个人会渴望追求神 生命会不断成长 谦卑倚靠神 虽然都会遇到挫败 但却是蒙神光照 信服主权 满有恩典器皿的接受神的光照 并且愿意去对付 并且愿意去对付 和改变他自己 好了 接着 就是果效是有不同的 事奉果效的不同 单单只是用恩赐事奉的果效 单单追求知识的增加 缺乏了真理的认识 流于主观熟灵的经历 只是遗留在客观 让人认识神 但如果是在恩典事奉里面的果效 身上是尽典神的恩典 亲身经历神的陶造 生命不断更新 性情被主融化 事奉当中能够令人认识神 好了 今节我们又讲到这里 之后我们仍然会继续讲熟灵恩赐相关的东西 好了 我们是圣经经读 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分享我们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 和留下造就圣的留言 好了 今节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